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同事电视频道的新闻节目 今天节目的这女友 越南国家主席软春福 会见了韩国国会议长 进阵标 越南临同省大落市至泰国首都曼谷 回忆直达往返航线重新开通 河内12个周夜的记忆 空中的电编符档案资料展在河内举行 正在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的 越南国家主席软春福 12月6号会见了韩国国会议长 进阵标和出席多场中亚活动 会见韩国国会议长进阵标时 软春福强调 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 将为两国关系步入更实质和全面的发展 新阶段创造便利条件 双方一致同意需进一步加强 两国国会和政党之间的合作 继续发挥立法机构 在援助两国政府 促进在各领域的双边关系中的作用 支持加强经济合作 促进韩国企业扩大对月投资规模 和提升投资质量 促进技术转让 援助越南企业提高辅助工业能力 进阵标一致同意 将同越南国会在公民保护中提供援助 两位领导还分享了 关于确保东海上的安全 航行与飞越安全 实施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的观点 12月6号上午 转成福和韩国副总理 建财政部部长邱清高 共同助席越韩企论坛 来自两国的500多家企业代表一同参加 转成福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时 介绍了越南经济发展成就 转成福指出 越南可看国在数字经济转型 可再生能源 绿色增长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而这些领域也是越南重点投资的领域 希望韩国加大对月投资 邱清高认为 两国应加强供应链合作 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深化在绿色经济 数字经济和新产业领域的合作 越南的发展潜力 吸引外资政策 以及越南的人口结构 正是吸引韩国投资者的重要因素 论坛上 转成福和秋金稿 共同监证了两国各部位 地方和企业之间的数项 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当天 转政府主持韩国金融银行领域 大型公司作团会 会见了三星电子联席CEO 韩主席 越南政府总理发明证于12月6号上午在政府总部 主持召开了政府常务委员会和一些部委行业会议 就宏观经济年度财政预算和货币等争色进行讨论 政府总理方明证在会议上发言时指出 世界经济面临更多困难 以色主要经济体出现衰退的迹象 全球通过膨胀 居高股价 许多国家的利率和货币贬值压力 日益戒剧等 其对许多国家的贸易和生产经活动较成严重影响 在越南国内经过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预防和控制 经济的健康情况受到侵蚀 同时我们还要应对外部冲击并重组一些市场的运作 近期越南总体情况是一稳定 市场出现积极信号 一些医疗之外的问题得到有效处理 药品、医疗设备和物质短缺问题得到解决 尤其进行活动恢复正常 政府总理发明证要求政府和各部委行业领导人 审查和重新评估政府和政府总理各项指示的执行情况 特别是审查正在实施的解决方案的优点和缺点 提出任务和解决方案 指导尽快完成2022年的各项任务 为实现2023年的各项任务做好准备 12月6号在河内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会见了正在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的蒙古国防部部长 塞汉巴亚尔同越南国防部部长潘文将大将举行会谈 会见塞汉巴亚尔时 范明正总理强调 越南一向将蒙古设为越南在本地区的中央伙伴 建立双方应加强高层接触 增进政治外交合作 在多变论坛上互相接予支持 范明正表示 越南两国防务合作大有可为 希望塞汉巴亚尔部长继续致力于促进双边防务合作 塞汉巴亚尔希望同越南加强在军官和军医培训 军事体育等领域合作 同越南就维和活动分享经验 之前 叛国将大将同塞汉巴亚尔举行会谈 会谈上双方就地区乃至国际共同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 同时强调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性 关于防务合作 基于两国与2019年所签署的越盟防务领域政府间合作协议 越盟已有效展开各项合作项目 两国各级代表团互防频繁 越南已派遣干部参加由蒙古举行的各场会议 研讨会及多变论坛等 据约同社特派记者报道 6号上午 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与新西兰议会议长 阿德里安·鲁拉斐举行会谈 会见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王庭慧强调 越南始终重视在党政府议会民间交流等渠道 加强与新西兰的关系 并对其给予最高的优先 德里安·鲁拉斐强调 两国民间交流是重要的领域需要关注促进 越南是新西兰喜爱的目的地 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促进经贸和投资领域的合作 使该领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 除了教育培训 旅游 文化 体育 劳务 农林渔业等传统合作领域外 双方应扩大到数字化转型 能源转型 气候变化等潜在的信心领域的合作 德里安·鲁拉斐高度评在越南正式公布对新西兰南瓜和草莓开放市场 双方以致同意研究制定两国国会之间的合作协议 为今后双方促进和深化合作关系 构建法律框架 同一天 王廷会会见了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王廷会强调 越南重视对新西兰的关系 并希望日益推动在各渠道和各领域上的关系 建议双方加强在航天旅游 开通两国之间直达航线等的合作 王廷会建议 新西兰方面审议消除各贸易壁垒 避免采用贸易救济措施 为双边贸易创造最为便利的条件 为两国企业加强交流 促进贸易和投资创造便利条件 表示越南愿进口新西兰的产品 并希望对新西兰出口产品 尤其是农产品 杰辛达阿德恩希望两国继续加强交易合作 表示愿为越南劳动者 尤其是熟练劳动者赴新西兰务工创造便利条件 又现在卫生建设跟农业等领域 运动者中美国记者报道 越南滨之省首批两顿青皮柚子 已通过空运出口到美国 历经六年谈判 10月17号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植物保护局 以同美国农业部 动植物卫生检验局 签署向美国出口越南柚子计划 使柚子成为货皮出口到美国的第七种水果 越南首批两顿新鲜柚子出口到美国 充分彰显越南生产商出口企业管理机关在满足美国食品安全 植物检疫等方面要求的信誉质量和专业性 我们都期盼着绿皮柚子 杏潮柚子等越南各种柚子 牵合进入美国市场 在不同的地方中折的越南柚子 牵有不同的味道 越南的这种绿皮柚子非常好吃 我们全家人都喜欢这种柚子 除了火龙果 芒果 龙眼 荔枝 红毛蛋 核心苹果之外 宾治省青皮柚是被美国分销商选择进口到美国市场的首个柚子品牌 头一阶段 美国首都华盛顿 马里兰州 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部分地区的超市将上架宾治省柚子 据越捷泰国航空公司的消息 在受新冠肺炎型流行病而中断近两年后 越南临统省大乐市至泰国首都曼谷唯一迟达往返航线 以重新开通 越捷泰国公司领导为泰国首都飞往大乐航线的重启感到高线 这条迟达航线将为两国乘客带来更多的飞行聚会 也更为临火的选择 进而为推动地区及两国经济以理由故事做出贡献 大乐至曼谷航线每周一 周二 周五和周日执行四大往返航班 单程飞行时间为一小时45分 航班数量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增加 乘客可通过越捷官方网站 应用程序或全球售票处 以30万月段起的单程票价预定大乐至曼谷机票 12月5号由河内历史档案中心和有关单位联合举行的 河内12个周夜的记忆空中的电编府档案资料展在河内举行 这是倾注空中电编府大捷50周年的活动之一 曾经亲眼看到美军对自己家乡 意境进行轰炸 以及河内空中电编府12周夜战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 段玉良先生不禁激动了起来 美军以最为残酷的方式轰炸了首都河内 说实话 当时的情景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所有力量都服务于生产核打击敌人 档案展展出了有关 1972年最后12个周夜发生在河内上空的空中电编府战役的 84份珍贵档案 图片和文物 这些资料来自河内历史档案中心 国家档案馆第三中心 河内博物馆和越南通信社 当时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击落一架B-52轰炸机 凭借全军的努力 我们已出色完成了生物 击落了16架B-52轰炸机 通过这种方式学历史是非常直观的 增强了我们对历史的自豪感 我们也懂得了前辈们 为换来国家和平而付出的巨大牺牲 在12个周夜里 河内海防和越南北方一些城镇造售了美帝国投掷8万多顿炸弹 其中在首都河内 美军动用1400架飞机投掷炸弹1万多顿 炸毁8000间房屋 9000间房屋严重受损 炸弹覆盖面积17平方公里 在12个周夜里 河内军民共击落了23架B-52轰炸机和两架F-111战斗机 伏敌飞行员43名 取得了空中电兵斧大捷 迫使美国签署巴黎协定并从越南撤军 以点燃节日精情探索为主题的2022年第二届胡志明市旅游周 5号在第一军白藤码头公园开幕 为期7天的胡志明市年底最大旅游促进活动 将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一系列有趣的体验和优质的娱乐活动 活动的亮点之一是在首与旗台和东盟旗台空间举行的升旗仪式 拉开了胡志明市第二次旅游周的序幕 该活动还为游客参观了解西贡胡志明市的发展历史 提供良好平台 我感到很幸运可跟大家分享各种旅游体验和动力 通过今天的活动 我想表达对自己专在生活的胡志明市的感受 于12月5号到11号将举办一系列体验室旅游体育和音乐活动 只此机会 胡志明市旅游业也推出了新的旅游线路和购物 餐饮 娱乐等速效活动 我们以图文化管理部门协调配合 制定旅游活动举办计划 让游客容易掌握胡志明市旅游活动的举办地点和时间 第二届胡志明市旅游周标志着胡志明市旅游业在新冠疫情后的强劲复苏 2022年前是一个月 胡志明市接待国际游客量达310万人死 国内游客2800万人死 旅游营业收入约达49.17亿美元 经过三天的举办后 第15次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体育旅游节已圆满落幕 成为各民族同胞的交流平台 第15次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体育旅游节有助于帮助有关单位学习借鉴经验 促进文化运动发展 丰富西北地区各民族同胞的文化精神生活 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第15次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体育旅游节吸引富寿 和平 电边 莱州 老街 安佩和山罗七个省各民族的一千多名艺人 歌手 演员和群众运动员参加 这是弘扬西北地区各民族良好传统文化价值的良好机会 该活动还有助于推荐西北地区各省优势和潜力 从而吸引对旅游领域的投资 为投资促进工作注入动力 加快各省重点旅游区建设过程